總統蔡英文的國慶演說持續發酵 中國國臺半間舉行記者會 犯人馬曉光就定調 所謂互不隸屬 就是赤裸裸的兩國論 更提到解放軍的演訓 就是為了打擊臺獨 完全是正義之舉 而美國國防部十二號則批評 中共的行動增加誤判風險 重申對臺承諾 呼籲北京和平解決兩岸分歧 總統蔡英文國慶文告持續發酵 臺灣韜略側進學會 舉行助談會分析兩岸情勢 民進黨立委羅志正 以及多位學者肯定總統的演說 認為提出兩岸互不隸屬 本來就是事實 也有重申維持現狀對話解決等承諾 中國對此反應激烈 應該是為了轉移內部壓力 內部情勢嘛 短期來講下個月月初 就要六中全會了嘛 所以我相信大內宣 或是這樣的強硬手段 是可以預期的 兩岸的核戰 關鍵其實始終是在中國 不必特別期待說 臺灣的任何表態有什麼根本的作用 對於蔡總統國慶也說 中國國台辦10號晚間時 曾回應是鼓吹台獨 煽動對立 13號反而馬曉光定調 所謂互不隸屬 就是赤裸裸的放在兩國論 解放軍演訓也是為了打擊台獨 解放軍演訓活動 目的是維護台和和平穩定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維護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完全是正義之舉 近來共激繞台行徑 已經引起國際關注 多國表態支持臺灣 美國國防部12號表示 呼籲北京和平解決兩岸分歧 出席美台國防工業會議的副助理部長 莫航達斯 根據轉述提到密切關注台海情勢 即便連續兩任的印太司令 都評估共軍侵台的時間 但是國防部對此不設時間表 持續支持加強臺灣的自我防衛能力 記者 台北報導